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陶一线 我们谈到这个关于面孔的产生 一个深刻的面孔 一个无法忘怀的面孔 比如说我到现在永远没办法忘记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他们都过世了 父亲的面孔 他来自于安徽树松县 我们的老家 他为什么会流亡到台湾来呢 就是因为抗战 对日抗战 国民革命军 我父亲是黄埔军校 是逆人将军的部署 这个面孔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父亲已经逝世十多年了 这个面孔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褪色过 为什么呢 我到现在都能够很清楚的记忆到 当年1991年92年的时候 两岸还没有正式的来往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搭乘这个飞机 从上海转坐火车 然后到达安徽的省会合肥 然后再从合肥 封城普普 坐着这个公交车 长驱的客运 黄土飞扬 两排阳术的导影 花了十几二十个小时 才到达这个安徽的省会树松 到达之后呢 我们两个又坐着 就是三轮的那种电动的这个车子 慢慢晃进了我们的乡下 这个石家湾地露村 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 为什么我现在记忆那么深刻 到底是什么样的频率跟共振 什么样的意义跟主体性 让十几年前的事情能够仿佛昨日 这就是面孔的秘密 这个面孔的秘密呢 人跟人之间呢 频率相近 父子之间 父亲生下的小孩 小孩跟父亲的频率呢 天生上是相靠近的 但是能够产生共振是非常难的 如果说我说呢 频率是意义的话 人每天在生活里面都在寻找意义 创造一些意义 可是你要产生共振 产生一个主体 或者是我们科学讲的互为主体性呢 父亲跟小孩之间有一个互为主体性 他们的生命被交融在一起 他们不但是身体上面的 也有思想上面的 情感上面的交融 这个交融是什么 来自于就是说呢 父子之间的亲情的共振呢 是来自于一些生活上的琐事 譬如说我所记得的 父亲给我的教导 我迄今无法忘怀的 譬如说我父亲从小就教我嫁了象棋 那个象棋子 而坑坑腔腔的落子的声音呢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教我 那个时候呢 我老是书 你有才刚学嘛 我记得我是在国中 有一天我下象棋 终于赢了父亲 我就很高兴 记得我爸爸呢 就露出一个非常高兴的笑容 就说呢 哎呀这个小老五啊 因为我是老五嘛 我的父亲常常讲说 小老五你终于能够赢过父亲了 我非常的高兴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互为主体性 如果一个面孔的深刻性 能够通过 下象棋这么一个生活上面的小事情 一个父亲啊 对小孩无私的那个爱 这种父子子孝的关系呢 事实上是中华文化呢 传统里面呢 最为深刻的力量之一 那个频率的相近到共振的产生呢 可能是一刹挪的 因为那个时候父亲跟我讲说 哎呀小老五啊 你终于胜过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心里突然有一阵 被震动到 那震动到说 哦原来呢 父亲教导我这个呢 他后面所隐藏的 不是一个竞争关系 而是一个什么 平等的传授关系 那个传授就是说呢 象棋这样一个中国千年流传下来的游戏也好 或是一种记忆也好 通过父亲呢 对小孩的这样的一个传授呢 父亲期望这个小孩能够超越他 然后呢 能够从象棋里面了解到生命的意义 这个叫做共振 我那天呢 我很记得呢 父亲跟我讲之后呢 我的眼眶呢 忽然呢 觉得湿润了 那就是一种 跟父亲共振之后的那个爱 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儿